大家好,我是猫顿,今天我们来聊SP张飞 先来解释以下标题为何会这样设定 我说接下来的版本姓张,并不是因为张飞很嚣张,可以完全统治版本 而是因为接下来出的几个武将,张其英,张明,张辽,全都是姓张的 所以免不了的,未来的版本将会由姓张的所统治 好了,让我们回到正题先来聊SP张飞 SP张飞有两个羁绊,大体上灭队用的都是关羽羁绊 而抗队用的则是刘备羁绊 关羽羁绊是张飞比较常用的羁绊 所以这一集我们会先来聊张飞的关羽羁绊 张飞的刘备羁绊我们会留到下一集再说 SP张飞的普攻除了可以像其他SP武将一样获得一点龙魂之外 还会额外获得一点狂怒,最多可储存三点 若张飞曾经被击退,就无法再获得狂怒 这里指的就是被水镜用镜像复活 每一点狂怒都会使张飞的格挡率提升5% 先来解释什么是格挡 格挡是三幻最强势的技能之一 这也是SP张飞和SP张辽强势的原因之一 因为他们都有格挡,格挡可以在每次受到非暴击伤害时 扣除自身最大生命值乘于格挡率的固定值 现在玩三幻也要开始做数学题了 格挡对所有非暴击的伤害都会生效 当中也包括了真伤和反弹伤害在内 一般来说武将生命值至少都是攻击值的6倍以上 这么一来张飞只需要一点狂怒就可以挡下普通的灼烧伤害 两点狂怒就能挡下红莲夜火 中毒 三点狂怒就可以挡下最大生命值10%的真实伤害 比如猛毒 看到这里你就知道张飞的生存能力有多么强 若张飞在释放怒功后拥有三点狂怒 就会立即进入狂暴状态 进入狂暴状态的张飞会立即将身上所有可驱散的减益 都转化为最终伤害提升5%的增益 张飞身上的减益层数越多 所能转换成的最终伤害提升就会越多 增益效果可持续二回合 这个可以直接将减益变增益的能力 是真的非常好用 进入狂暴状态的张飞 后续每受到一个负面状态 都会有40%的概率恢复一点龙魂值 狂暴状态无法被驱散 但只能持续到回合结束就会消失 并且在消失时还会清空张飞身上所有的狂怒 之后就需要再次重新累积狂怒 这个技能基本就已经确定了张飞必须站前排 因为只有站前排先释放怒弓进入狂暴状态 才有机会承受更多的负面状态来恢复龙魂值 和触发后续狂暴所提供的各种能力 接着我们来看张飞的怒弓能力 张飞的怒弓有一个很特别的特色 那就是他在眩运的状态下也可以照样释放怒弓 这个能力两个羁绊都有 张飞的怒弓会优先攻击拥有决斗状态的对象 和张包关心形成三打一的局面 并且因为张飞的怒弓也是单体攻击 所以也可以吃到关心的龙翔增伤 张飞每拥有一点狂怒 最终伤害都会提升30% 三点狂怒最高就可以提升90%的最终伤害 若释放怒弓时 张飞身上的狂怒不小于一点 怒弓就会附带50%的吸血率 不小于两点 怒弓就会附带30%的无视防御和最终暴击率 若拥有三点狂怒 则立即获得三点龙魂值 也就是说张飞在三点狂怒的状态下 是可以放完怒弓后 又直接再来一发龙魂祭的 接着我们就来顺势地来看张飞的龙魂祭 张飞的龙魂祭会对全体造成伤害 并且还会额外对前排五将提升50%的最终伤害 和90%的暴击伤害 这个攻击范围基本也很符合关心张包的需要 不仅可以达到决斗的目标 也可以提前为后续的目标进行压血 张飞的龙魂祭同时还会为敌方全体施加不可抵抗 不可驱散的战力状态 效果会持续二回合 最多可叠加两层 每层战力会使目标的最终抗暴率和最终暴击率降低15% 若被施加战力的武将处于前排 在触发两次闪避后 就会进入持续一回合的眩晕状态 效果对每名武将最多触发一次 这个很明显是用来针对郭家的脏水队的 加上前面的负面转增益效果 这已经是张飞第二个打脏水队的技能 当处于前排的武将叠满两层战力后 就会被清空怒气和龙魂直 然后被移到后排去 若此时后排还有武将 那么后排的武将就会和前排五将互换位置 被转移到前排来 这是一个和出战扶牛类似的技能 至于换位好不好用 这个就要看场合了 换位的好处是 可以将后排的脆皮换到前排来送死 但坏处则是 有时也会将需要优先打死的关键武将 送到后排去保护起来 不过在属突里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对方的最高攻的武将会被决斗锁定 即使被送到后排去 关心张包和张飞 也一样可以瞄着决斗的目标来打 这是跑不掉的 一火后 狂怒的效果会获得提升 张飞在叠满三层狂怒后 就会立即恢复一千点怒气 也就是说张飞只要叠满狂怒 就可以满怒气立刻打出一个怒弓 和满龙魂值立刻再打出一个龙魂剂 完全不用本钱的 同时每一点狂怒 还会使张飞造成的暴击伤害 附带自身最大生命值5%的真实伤害 一火被动最大的加成 还是在于 它能使我方全体武将 在每次单体攻击造成暴击时 都可以将兽机目标的可驱散增益 转化为受到的暴击伤害提升30% 每次最多转化两的增益 效果无法被抵抗 最可怕的是 这个受到的暴伤提升减益 也和张飞自身转化减益的能力一样 是没有上线的 一切都全看你能打出多少个单体暴击 和看对方身上可转化的增益能有多少 有了这个技能支援 在关心张包和张飞的单体攻击 狂轰烂炸之下 对方主输出身上的可驱散增益 很快就会所剩无几 全都会变成受到的暴伤提升效果 这个能直接将对手的增益 变成减益的能力是非常霸道的 这是个双向的削弱 有了张飞一伙被动的加持 敌方最高攻的身板 就会变得比一般队伍更加脆弱 这样才能更容易地解决掉 被施加决斗的敌方最高攻 被水晶复活的镜像 之所以会那么容易就被击退 除了是因为血量会比较低一点外 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少了一堆增益的支援 所以才会变得那么脆 这也是为何 属突一定要有张飞 才能玩的最大原因之一 换句话说 属突最低的配置 其实只要有一活 张飞就可以玩了 张飞的三伙被动 会让张飞在每损失1%生命 就提升全体5 将0.5%的最终暴击率 最多可提升50% 非常方便的能力 还自带了暴击率提升 有了这个最终暴击率提升 对离武将就更容易打出暴击了 接着张飞的三伙被动 会因为羁绊而有两种不同的能力 我们一样先来看关于羁绊的能力 三伙被动的第一个能力 会让张飞在开场 就先损失30%的生命 并同时获得同等量的护盾值 以血换盾 这是为了能提前压血 以激活张飞的损血能力 同时获得护盾 又可以用来保护张飞 让他即使掉血 也不会那么容易暴毙 飞哥做生意 真的稳赚不赔 开场损失的30%血量 可以提前换来全队15%的最终暴击率提升 让队员能更容易触发单体暴击增益转换效果 如果你的张飞有无火 这30%的血量 还可以提前换来15%的最终命中率 和最终伤害提升 灭队毕竟是开场就可以打伤害的类型 最怕的就是增伤跟不上攻击的速度 所以张飞的开场增伤还是很有必要的 三伙被动的第二个能力 会在张飞进入狂暴状态时 给予张飞当前已损失生命同等的护盾量 护盾除了可以用来保命 同时也是为了激活张飞的无火技能 无火后 当张飞拥有的总护盾量超过当前生命值时 就会立刻恢复三点龙魂值 并恢复100%的血量 同时获得可持续制备击退的30% 最终增减伤 每回合最多触发一次 每场战斗最多触发两次 只要张飞能在血量低于50%的状态 进入狂暴状态 他所获得的护盾量就一定会超过当前的血量 进而触发回满血和回三点龙魂值的被动 多次的释放龙魂剂 只要运气好 张飞就有两次可以满血复活的机会 而且每一次的复活都会使到他的最终增减伤都获得提升 另外这里也有一个可守洞出这个技能的方式提供给大家 那就是使用高顺来和张飞配对 装武高顺可以在开场就提供两个护盾 这两个护盾再加上张飞自己的 就足够令张飞拥有超过当前生命值的护盾 进而马上触发回血回龙魂值的被动 做到开场就快速启动释放龙魂剂的效果 无火被动的另一个能力 若张飞在狂暴状态时 血量高于50% 每当有相邻武将受到伤害 张飞都会替他们抵挡负面状态 这是一个类似于下猴吨的技能 不过张飞只会为相邻武将抵挡负面状态 而不会挡伤害 这些负面状态之后都可以在张飞满狂怒释放怒功后 转化为最终增伤来供张飞自身使用 无火被动的第三个能力 张飞每次在帮相邻武将抵挡负面状态时 都会牺牲5%生命来换取一层同等量的护盾 这是张飞的保命手段之一 而这种一层5%生命值的小额护盾 其实就是为了抵挡张包驱散护盾的技能而设计的 如果说张包是个沙包 那他爹自然就是一个大沙包 无火张飞不仅可以用来为队伍抵挡控制 也可以用来占一号位当最高攻 凭着优秀的生存能力充当决斗的对象和对手护殴 接下来我们来看羁绊能力 张飞的关羽羁绊能提升张飞的伤害 羁绊还可以提升除自身以外其他武将的单体普攻和怒攻伤害 并使该武将获得造成伤害量一半的护盾量 若受到攻击的目标处于后排 效果还会翻倍 每次触发这个效果时 只要张飞不是处于狂暴状态中 他就会牺牲自身15%最大生命的血量来换取一点狂怒 有了这个能力 张飞就能快速累积狂怒 进入狂暴状态 大家也不用担心张飞会因为这个掉血而太快阵亡 因为这个掉血伤害也会被格挡给稀释掉 若触发效果的武将是处于决斗状态 还会额外对他施加一层战力 有了这一层战力 张飞只要发动一次龙魂技 就能将决斗的对象打到后排去 进而触发羁绊的后排效果翻倍能力 羁绊不仅提升了队员的输出 也提升了队员的生存能力 不过这些都是针对单体攻击和张包的决斗 才能发挥的能力 若是离开了鼠突 张飞的羁绊就几乎没有什么实际作用 张飞的站位 前面说过了 一般都是前排 张飞能组的队伍有很多 所以实际站位还得看队伍里有谁 战魂占领方面 张飞大多是带弱点遥光 原因是因为张飞有将简易转化为爆伤提升的能力 这和长驱遥光的能力有点重叠 两个都可以驱散增益和增加暴击伤害 既然已经内置了长驱遥光 那么张飞只要带弱点来增加伤害结果就好 这也是关心带爆裂遥光会比较好的原因之一 当然这里也会有一个缺点 那就是挂在敌人身上的简易 是有机会被驱散掉的 最后来说说张飞的抽取建议 SP张飞的使用寿命 其实一点都不会输给 接下来要登场的SP张辽 他接连吃到了SP张辽 盾队 SP刘备 和SP关羽的版本红利 能配对的队伍也几乎全都是一线队伍 在山河和刷分活动也都可以派上用场 张飞只是在使用范围 和个人能力上输给了更加变态的SP张辽而已 相信这就是即使张飞很优秀 但也还是有很多人不抽张飞的原因 我的建议是张辽可以先抽 但张飞也不得不拉 在先保证有能力将张辽抽到无火的前提下 再来拉张飞就好 张飞一火就可以在鼠突里使用 三火提升不大 三火的能力主要还是要和无火的被动来搭配 所以平民可以先拉个一火来赞用就好 其他的就按各自的能力 有能力先拉到多少就拉多少 之后再慢慢补到无火即可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